高峰店应该具备了几个基础 思想性 艺术性 人民性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部作品渴望达到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不一定每一部作品都能够去做到 所以高峰作品在我心中它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衡量它的 它不像一个比赛谁跑了第一名 谁的那个时间短它就是第一名 那么我们其实表演者就是在传达各个部门 导演 编剧 制作人 大家要表达的一个思想 其实我们是一个最终的那个环节 就是表达者 它是跟观众是做了最直接的交流 是穿透力和冲击力是最强的 但是它又是一个集体合力完成的 给你的一个力量 所以表演我是觉得就是观众 让观众念念不忘的 然后让观众有感同身受的那种情绪 它可能会接近一些我们今天所探讨的高峰表演 但我觉得一个人的能量是达不到的 它是一个集体的能量 塑造出来的角色 塑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它是一个人的能量 所以它是一个人的能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